我从2000年6月份住到现在的 到这里没几年 到这里大概在这里住了五年 是遇到什么问题呢 遇到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换老板了 不给我们签合同 殷大姐说 之前她在浙江波浦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做环卫工人 合同今年年底到期 明年要换新公司了 一直都没有跟他们签新合同 每次给我们讨东西 叫我们买东西 东西给他一分钱没有给我们 我买了12只鸡 一部蛋 那么 生肝 茶叶 牛奶 什么意思买给钱 买给我们办住什么 不给他东西就不要我们住嘛 骂我们工人嘛 我吃你 吃你就是一份给我来 他说的各个地方少人 叫我给我来 想到我一个老母子要吃修水 就是吃你啊 听得懂啊 一百六十块钱 每个老母子送给他 嗯 一百个大招 大棚 翅膀 他的外産要吃肯德鸡 就是买我们这个药 让你们给他买 让他买 把买就给你们做 买了吗 买呀 人家买呀 我们去做的路下了 买肯德鸡的证据 王大姐没能提供 殷大姐提供了一段录音 说是她和班组长之间的对话 双方说的是湖州方言 记者一句也没听懂 只好找了能听懂的帮忙翻译 这里提到的买班 指的是找人代班 这段录音的内容 和殷大姐他们反映的送礼 没有关系 就是你们说 关于那个组长送礼的这个事 有没有手上有这个 实质性的这种证据 或者证明这些东西 人家送我们不知道 我别的我们送的 我我说送不知 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 问你们要的是 比如说你问你们要 也有几种方式 口头问你们要 还是说微信上面问你们要 可可可 可我问我 殷大姐说 不给组长送礼的话 就会被穿小鞋 说我干的四天休息天 没有钱给我 这个东西他现在不要我做 我全部叫他还给我 那什么钱来给你 加班四天工资没有 多少钱呢 四百四 就是说跟你之间有矛盾 因为关于送礼的事 绝对没有 你去问 我们一共有39个人 你去问工人好了 说他们两个 你去问工人 我又没有要求 工人又没有送礼 湖州最近下雪了 远处有几位组员 正在扫雪 记者单独过去问了问 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要有这么苦的 把个地下送礼 也不是 你认识吗 认识他们两位吗 他们是我们路上的员工们 我们 我们 我们拐快吧 肯定认识他们呀 他们 他们说的那个情况 就是说什么 要给组长送礼 这种情况 说的 我们不存在的 我们反正 没有不停的 没停的讲过 组长有没有问你们 要过什么东西呢 他们我从来没要过 我们要收到这些 我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你在这儿坐了多久了 我已经很长时间了 大概多长时间 三四年吧 三四年 有这种回事 我找你们核实一下 我也不知道啊 你没遇到过 对 班组长毛大姐说 明年换了新的公司 要不要殷大姐 他们继续干 也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 新公司也要考量 他们平时的工作表现 他们两个平时 在工作中表现怎么样的 表现 你去问工人 不服从安排 你看看 因为平时上班 他得上班嘛 自己不好就干活 问他自己 我也不说了 你说呀 我这问你 肯定是你说呀 玩呀 玩呀 玩什么呢 我不高兴拍 我不高兴拍 拍了我三了 你来的手机都有 你问他自己 哪个差别呢 他今天也是上班时间 他也得上班时间 你看他在哪里 工作时间现在 也是工作时间 后来 浙江波浦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赶到了现场 他说 公司去年就接到过 殷大姐和王大姐 反映的送礼问题 专门做过调查 这些我们都调查过的 根本没有的 那些好吃啊 你本来都调查过的 那些好吃啊 下一个都调查过的 下一个都调查过的 那些好吃啊 这些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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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一个拿过来 吃他们的好吃 他现在讲的东西 哪有实在东西 让他拿这个证据来 他说 他说我拿了 那些东西什么的 拿出证据来 然后班长安排他休息 然后我们也做了调查 班长都有那个 那个微信记录的 就是说他安排他休息 他自己过来上班了 也不知道上班还是什么 反正他 他说他自己来上班了 然后呢 就是说来吵来闹 就是说他上班了 为什么工资不发给我 那我是根据班长的考卿来的 对吧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让我们过来的 就是说去终于 他要准备了 什么呀 怎么结束 就是 宝儿